首先介绍仪器的组成高纯氮气钢瓶。 空气发生器。 氢气发生器。 气象色谱仪主机。 计算机。 色谱柱。 安装复件箱。 色谱气路连接过程。 从复件箱内取出相应的安装配件。 尖嘴前。 气路管。 气路帽气路内衬管。 气路垫扳手。 将不锈钢内衬放入气路管中。 放入气路帽。 放入气路橡胶垫。 组装完成。 连接到氮气钢瓶。 用手旋紧后。 用工具。 拧四分之一圈即可。 所有的工具。 都在复件箱内。 将另一端连接至色谱主机后方的在其入口。 连接空气发生器。 另一端连接色谱主机后方的空气入口。 连接氢气发生器。 另一端连接色谱主机后方的氢气入口。 另一端连接色谱主机后方的氢气入口。 插入色谱主机电源。 连接氢气发生器电源。 空气发生器电源。 下面介绍一下色谱主的安装。 首先打开注箱门开关。 本款色谱主机是毛细柱系统。 清火焰检测器。 此处是气象色谱禁样装置。 此处是清火焰检测器装置。 安装色谱毛细柱所用到的工具有毛细柱罗帽、毛细柱石墨垫、八成十的扳手两个等。 浸样口端的色谱主预留长度是3.8厘米。 浸样口端连接完成。 打开氮气钢瓶检测色谱主流通性。 钢瓶的减压阀有两块压力表。 瓷表显示为钢瓶的内部压力。 瓷表为输出压力。 首先我们打开钢瓶开关。 调节输出压力。 将输出压力调节到0.4兆帕。 此位置接气路的转换接头。 此转换接头在附件箱内。 用实验室超纯水。 将色谱柱另一端放入。 若有气泡冒出,色谱柱流通性正常。 将此端连接检测器预留长度8.8厘米。 色谱柱连接完成。 然后用湿漏液进行湿漏。 将湿漏液搅拌起泡沫。 再把泡沫涂抹至实漏点。 涂抹进样口连接处和检测器连接处。 观察是否有泡沫吹起。 若有泡沫吹起,重新紧固。 若无泡沫吹起,此点不漏。 最后将其泡沫擦至干净。 将溶解好的电解液冷却放置在水槽内,并用超纯水补水质刻度线。 连接接地端子,将接地端子上的螺帽拧下。 将地线挂入接地端子端口并拧上螺帽。 连接数据传输线,此端连接色谱柱主机后方传输口。 另一端连接计算机主机后方网口。 打开空气发生器电源和氢气发生器电源。 等待压力升至0.4兆帕。 压力已到达指定位置。 测试连接处有无漏气。 将是漏液打起泡沫。 将泡沫涂抹在湿漏位置。 观察有无泡沫吹起。 若无泡沫吹起。 连接正常。 若有泡沫吹起重新紧固。 湿漏空气发生器和氢气发生器连接处。 湿漏色谱主机后方的气路连接处。 湿漏完成后,将湿漏液擦拭干净。 将加密钥匙插入计算机主机USB接口。 插入色谱工作站安装U盘。 工作站的安装及应用。 一、工作站安装。 操作及使用步骤。 首先双击安装程序。 选择保存路径。 选择保存路径。 安装完毕后, 先将计算机防火墙全部关闭。 防火墙关闭后, 点击工作站右键。 属性。 选择兼容性。 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点击应用确定。 然后双击打开工作站。 点击网络配置。 点击搜索。 双击下方绿点。 仪器发声滴滴滴的响声, 证明色谱仪和工作站连接成功。 二、工作站的应用。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工作站的具体使用。 这一部分。 为普图区域。 这一部分。 为温控区域。 这一部分为EPC电子流量控制区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普图区域。 这个为开始采集键, 用来采集普图。 这个为停止采集键。 普图做完样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停止采集。 停止普图采集并保存。 这个为放弃采集键。 这个为普图文件命名。 这个为检测器设置。 下面下线和上线。 代表的是可以调节信号量程。 满屏时间用来调整显示时间。 停止时间。 可根据样品出风时间来调节。 到时自动停止并保存普图。 普图保存路径的选择。 点击系统。 点击系统。 选项。 操作。 选择保存目录即可。 点击确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温控和流量区域。 根据样品的情况来设置温控制度。 和流量。 设置完毕之后点击设定按钮。 然后点击开始控温。 仪器准备灯亮后可开始进样。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普图处理常用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面积归一法。 色谱软件默认使用面积归一法。 打开普图后。 面积这一栏则为对应的封面积百分比。 四。 外标法。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外标法。 首先在普图处理中。 打开标准曲线里任意异浓度的普图。 然后删除非目标峰。 点击应用设置。 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文件。 点击编辑组份表。 打开刚才编辑的普图。 点击添加所有封。 输入组份名。 输入相对应的浓度。 输入完成后将级别调至2。 关闭当前普图。 点击打开标样。 选择另一个浓度点。 点击添加已有组份。 这时无需再次输入组份名。 只需输入浓度即可。 后续依次添加。 添加完成后点击目标峰的名称。 查看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符合标准后点击保存。 输入名称。 保存。 关于外标法的应用。 打开在线工作站。 点击仪器设置。 点击定量结果计算。 点击打开方法文件。 打开刚才保存的方法。 点击应用设置。 5.内标法。 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内标法。 首先在普图处理中。 打开所需的普图。 然后删除非目标峰。 点击应用设置。 点击保存。 点击文件。 编辑组份表。 打开标样。 找到刚才编辑的普图双击。 点击添加所有封。 输入组份名。 输入内标。 在内标栏勾选内标。 输入浓度。 点击保存。 输入名称。 保存。 关闭当前界面。 回到实时普图。 点击仪器设置。 点击定量结果计算。 打开刚才所做的内标法。 双击。 输入内标量。 点击应用设置。 点击另存。 点击应用。 点击保存即可。 以上就是工作站的安装。 仪器开机步骤。 首先打开气源。 打开氮气钢瓶。 打开空气发声器电源和空气发声器电源。 打开色谱主机电源。 打开计算机主机电源。 双击打开色谱工作站后。 在双击左下角绿色的圆点。 在温控区域设置好相应的温度和乘声事件。 设置好温控后,点击设定按钮。 点击开始控温并等待准备灯显示绿色。 准备灯亮起后进行点火操作。 点击色谱仪屏屏幕上的点火按钮。 此时会听扑一声爆鸣声响起。 色谱工作站机线会有跳幅的点火信号波动。 此时证明点火成功。 等待20分钟左右,普图机线平稳。 普图机线平稳后即可进行样品分析。 进样前,可以提前设置好分析数据的保存路径。 点击工作站右上角系统。 点击选项。 点击操作。 在保存起始目录一栏,点击黄色文件加更改保存路径。 此路径建议保存在C盘以外的磁盘。 防止数据丢失。 更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点击普图文件命名。 在样品名称批号对话框中,输入所做的样品实时名称。 更改好后点击应用设置。 等待进样。 抽取样品前,先准备好一张锡绿纸。 用所分析的样品洗针5到8次。 洗针完成后,抽取样品。 注入样品。 点击开始分析。 等待分析结果。 等待分析结束后,点击结束分析。 查看普图数据。 点击工作站右上角普图处理。 点击左上角打开普图文件。 找到所存文件目录。 双击打开目录文件夹。 单击选择所要查看的分析普图。 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 查看结束后。 可点实施普图返回至分析页面。 色谱移关机流程。 点击色谱工作站中关闭控温按钮。 同时关闭氢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 等待助炉温度降至到50度以下。 关闭氢气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 各自运温度保险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发生器电源和空气体发生器电源。 反正在暑时间。